那這種在花蓮是不是很普遍 其實我們花蓮有些部分 其實有一些私有 私有有狀況的部分 其實都有做補強 第一個是 你剛剛說那個補強 就是有經過這次地震的考驗 那當然這個補強 大家會想說 那我這個補強 我這樣的有這樣的一個隔框 中間又有一條槓在 有這個形槓在 他會覺得說我使用空間跟美觀 也不是很好 可是現在很多的補強工法 已經慢慢越來越新了 像現在也有一些研究 已經有推出一些相關工法 像這個東西它就是框架 那它這個鎖固也很方便 它就四個在工廠預注之後 到現場直接阻力 那這個耐勝度 以後也可以未來是說 有很多的補強工法 我們可能縣市政府 或是說我們民間 有一些 如果你認為你的耐震度有問題 當然建議地方政府 其實有一些補貼 我們去做所謂的耐震出貧 出貧窟之後 如果有疑慮 我們趕快做補強 如果安全上沒有問題的話 大概就可以放心 如果有嚴重的部分 其實耐震能力 已經沒有辦法達到最低等級的話 可能真的是要進行圍牢 或是都跟這樣的一個重建 因為昨天的狀況 早餐店是真的 包括客人 包括老闆 通通是往外衝的 結果房子就這樣傾倒 也真的是還好 有往外衝 如果是躲在屋內的話 有可能就被壓在底下了 當然碰到這種情況 現在全台灣都要去關注 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碰到 這種地震的情況 因為特別注意到花蓮這部分 到底是天災或是人為 現在在調查 天王性的這個狀況 其實也要特別去追查 剛才我看你們0206 台南在2016年那一次地震 它倒下來旁邊是我的辦公室 那一年我大概整個過年 都在廢墟那邊度過的 坦白講過了很長的時間 你晚上睡覺還會聽到 在鑽墻要救人那個聲音 我們那時候有參與的人 其實心裡面都會有創傷 所以希望花蓮 歷經這麼大的地震 不幸的人我們盡量幫他 存活下來的人 其實也更需要幫他 我用那時候的經驗來講 在2016年0206 那時候是3點57分 發生微貫金融大樓倒掉 那時候永康是我的選區 當時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第一次人當然混亂 那時候的賴清德是市長 那我們第一次人來到現場的時候 除了趕快把現場建立秩序 開始調度人力 開始把跑出來的人安置 有訊息的中心 因為謠言特別多 也擔心會有人 會有刑事犯罪 所以整個安全訊息的傳遞 我相信現在大家有經驗 我們先focus 我們集中來看 所謂的採證人禍的部分 當時在搶救的當下 搶救當下 同步 大概是第一次地震 我們在台南那時候 同步 透過檢察官的指揮 土木結構技師工會的 專業技師都到現場 你在搶救 你在挖掘 你在拆除的同時 由結構技師同時 做下紀錄 由他們負責取樣 鋼筋奪出 鋼筋的枯筋的工法 那個專心出來的 那個孔孤立的 搶手 你知道嗎 那個混凝土是有 強度的 有分磅數的 都把它很有資訊 到時候急著救災 挖掉了散掉了 你沒辦法取樣 所以當時救災 救人優先 完全不去影響 他的速度 你前線在救 但同步由檢察官指揮 由專業的結構技師 救每個部位 這個鋼梁 這個結構 這個梁柱 這個壞工 這個裝飾牆 這個簡力牆 全部取樣取樣 然後編號做下來 同步做下來 那做下來看什麼東西呢 因為這已經造成人命損失 已經是刑事犯罪 重傷害或者這個致死的部分 要看第一個 在建管課使管課 我們當時設計的圖裡面 有告訴你鋼筋要用幾吋 幾吋的筋 對不對得上 那時候微罐筋 一查你的鋼筋 鹼三分 偷工減料 三分是比較細 細 就減料 然後再來 當時的 你蓋房子的工法 但工法會越來越進步 但當時的工法要求 你的鋼筋 那個要鋼起來 要轉幾度 沒有轉 密度是不是也有分 密度 你鋼筋多油 多細 鋼筋幾公分要綁 綁得多重要 有個鋼筋等等 這有規定 那個工法 那個會寫在 你當時申請建造的時候 會寫在裡面 所以你採證多重要 你採證出來之後 去對照你當時 送進去的工程的申請圖 申請建造的時候 來對 所以第一個比照 料有沒有減料 工法有沒有偷工 偷工減料 然後再來 圖面上這裡有柱子 你現場怎麼沒有柱子 有沒有偷偷把裡面的柱子 鋸掉了 為了讓空間看起來更開闊 有沒有結構的柱子被破壞 有沒有可以洗坑的 你知道有的結構墻 結構柱不能打洞 柱子不能打洞 有沒有這樣子 那現場破壞了 就要問鄰居 那時候我們一樓是一個電子的賣場 電子的賣場裡面是有相片嘛 柱子是不是不見了 可是原來設計圖有沒有柱子 這樣子來比照有沒有刑事犯罪 我們不能 我們珍惜每一條生命 每一個受傷的人 每一個受害的人 所以這個要這樣做 第二個 這一個天王新大樓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被貼了紅單 黃單 我們在地震之後呢 因為那時候整個災區都在我的選區 龜仁 永康 東區都在我的選區 我們有的菜市場半島 有的全島 有的軍列等等 你就看到公務局的人員 有些地方縣市政府是建設處 受過訓練的人 第一階段叫做目測 根據目測還帶著當時申請的藍圖 他歪斜 傾斜 一看這就倒下去了 那個就發紅色通知單 或者在牆面貼紅標 這一棟一定要拆除重建 第二種是貼黃標 第一階段目測有受損 他可能達到以極標準受損 必須修復才能適合居住 紅標跟黃標 黃標沒有修復之前 等於紅標不能住 人要移出來 所以貼了黃標之後 要進入所謂第二階段評估 第二階段評估就由當地的 縣市公務局或建設處的主管機關 以及相關單位去評估什麼呢 這一棟要怎麼補強修理 才能達到安全要求 才能去除黃標 好 現在問題來了 對 天皇心是黃標也被去除 是不是 對 我現在就要講這個 為什麼要了解這個過程 所以我一聽到黃標 我們那種切身之痛 黃標很多屋主是 你搭紅標 我這房子買不出去 誰要去買黃標的房子 價格會跌一半以上 趕快把黃標拿掉 趕快把黃標拿掉 當然有的會去拜託民意代表 快把我拿掉啦 不要把我搭紅標啦 那補助金我賣了 一開始還要有補助 都會遇到這個情形 那天皇心是什麼狀況 我覺得檢調會去查 他第一次因為黃標 就是不能居住 必須修復補強 達到適合居住才能進去住 他黃標去除啦 去除是哪個單位評鑑的 然後評鑑出來 會有一個修復工法 有沒有施工 一定要有個工法 補鋼良 補結構補什麼 工法滿足了 看了沒問題 才去除黃標 恢復為綠標 他去除黃標之後 後來房價漲了嘛 變成綠標 一筆二十幾萬買的 就沒有那個標記了 因為我看到他最近 好像幾個月前有一個 一户套房買賣嘛 今年的2月21號 就有一筆交易啊 這個人花了160萬買的 有一筆買賣 所以他已經恢復到綠標的狀態 那恢復到綠標裡面 有沒有符合解除黃標的所有的規定 補強的費用啊 對 還是政府付 對 那時候有散款在花蓮縣政府嘛 都在地方政府 我們0206台南維冠金融 我們就有台南市政府的 散款的一個委員會 有災民 有專業技師 有市政府公務人員 那時候我們印象還請檢調的人進來 去除黃標這個公務員有沒有責任 做到了評估也都補強也照結構技師要求 做了補強 那遇到地震垮了 那就是天地無情 當時誰給花蓮縣政府一個證明說 對 現在就來 當時這個黃標 有沒有找人去判定 該用什麼工法補強 誰去判定的 然後判定補強的錢是花散款 那是那個當時的錢 是傅昆琦當縣長還是他老婆當縣長 這個查一下 我只印象中那個善款的招結 好像叫張善政嘛 這個錢 我現在不是說有問題 我把這個流程先弄清楚 當時是找誰去評估工法 工法的施工 還要再看你有沒有照圖施工 然後夠了 我就解除黃標 這些都有紀錄吧 應該都在縣府吧 如果沒有紀錄就有鬼了 一定要紀錄 因為那要合銷的 那個錢都要合銷的 合銷完之後代表你這個房子 已經結構補強了 成為綠色通知單 就綠標可以自由買賣 否則黃標階段是不能住的 不能住你怎麼賣 誰會去買黃標的房子 有人會去賭買黃標房子 反正補強之後就變綠標了 所以在天王心裡面 有人命的損失 它就是一個嚴肅的事情 從當時原始建築結構裡面的 圖 工跟料 那你現在在搜集當中 就不能隨便呼呼 你要分段就把它取樣出來 然後比對 第二階段是當時上一次的花蓮地震 導致它變黃標 黃標之後補強計畫為何 有沒有補強 核銷多少經費 那這一個部分有沒有按圖 按料 按工法來施工 因為到上一次2006之後 整個工法要求會更嚴格 成本會更高 那接下來就在看 如果這些都達到了 那OK 那就是遇到了天災 如果這裡面有一些偷工或檢料 當然檢察官就依法提起公訴 對 好 這定位委員提到 這真是關鍵 也就是天王姓大樓 原本是黃標了 那為什麼後來不見了 這當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現在檢料去調查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人為疏失在裡頭 那縣府的公務員 是不是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那我現在包括花蓮民眾 可能現在就要關心自家 自家的建築物 如果出現牆壁出現什麼樣的裂痕裂縫 出現什麼S型或V型 這是代表什麼樣的情況 好 我們來看這一張 這個是現在的現場 在花蓮的吉安鄉 中山路 你看這處身就這樣 這全部被打了一個叉叉有沒有 這個 這個牆全部都是簡易牆 就我們剛剛講的那一個 就是那個主要的結構牆 這全部都這樣代表什麼 代表它在地盪牆壁的時候 這個窩子傳到條子的時候 傳不夠 然後這個力就亂竄了 然後就會出現這種三角形的這一種 因為然後它就沒辦法傳到 這個中間這根柱子的這一個位置 所以你在家裡有看到這種打叉叉的 或者是斜的 叉叉的裂縫 或者是打叉叉的裂縫 你們家看的如果是在那邊看的 那還好 在那裡也還好 你如果看到有斜的 或者是打叉叉 這就很明顯打叉叉 都要趕快找祭司工會進場 那時候都是派人去看 第一階段叫目測 我看圖目測請斜什麼樣 會決定是紅 黃 綠 那進入紅跟黃就有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就要細部去看你的結構跟補強 可恢復不可恢復 那紅色的話就要拆除 一定要拆除 那黃色的話就看補強計畫 可是老人家看著說 第一階段的盆有必須就緊張 有時候那是油刷 盔棍桶 這通常很細 很細 那各位看這也是在花蓮的 這一個中正路一間 有名的這個飯店 這很多人去處理 他這個已經是打叉叉了 出現S型的裂縫了 這個飯店現在來的不會一樣 他現在當然先全部圍起來做補牆 可是你看這條 各位看這畫面這個柱子 這柱子這個外牆都已經掉了 這裡面的梯啊 那個鋼筋啊 鋼筋外露了是不是 外露阿圍都彎起來 那叫做錯區 錯區因為我們知道 鋼筋是承受拉力的 混凝土是承受壓力的 當你那個鋼筋歪起來 它那個拉力啊 力量的時候 傳給它的拉力 它就吃不到了 它吃不到力量跑進來 跑去別根柱子 那別根柱子就會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最後就砍下去 所以在家裡頭 如果發現有這一種 四十五度的斜的 或者是打叉叉的 這一種裂縫 或者這個裂縫已經超過了 大概三公分 你差不多啊 然後呢你千萬不要 感覺說這還好 反正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房子 裝潢過度了 包起來 包起來看不到 包起來 你基本看不到 能夠弄到被你看到了 你就差多厘重了 因為從裡面躺出來 你看得到嗎 我們常常特別說 這堂那大堂的時候 很多高樓建築嘛 像我們影視畫面裡面 對 那鋼結構的那個啊 那有整片這樣搖 還有那個信義區裡面 整棟都蓋好了 一個信義園風對面一棟 他的樓上啊 像小朋友的積木你知道嗎 這樣飄 左右搖晃 那都要檢查 要檢查 因為他都已經 外面都有包東西了嘛 我們基本看不到裡面了 對 所以那個到前面就說 那個檢查其實都不難 因為這些公衛他們都有儀器 儀器要均值 就說這聽的聲音 這聽的聲音 然後或者這裡點進去的數值 到處點 點完發現有不一樣 那你就是一定有缺陷了 那這個時候 民眾要自保最好的方法 就自己的家 你不僅檢查你的家而已 一樓 我們如果住在大樓的 一樓的條 請管委會 管委會要檢查 我們所有的條 可以條 因為我們現在都包起來 包起來你也看不到 但是看得到的地方 哪裡也看得到 我們的停車場 那大樓的庭 是在停車場的條 如果有發現45度的 這也都很危險 因為地下停車場的 住址跟牆壁 基本上不太會裝潢 所以那個就是比較 就看得到 你實際目視就可以看到了 對 那就是說 你如果不放心 現在各縣市的 縣市政府 都有幫忙人家 要轉介給各縣市的 祭司公會 土木祭司 結構祭司 各式各樣的祭司公會 他們都有專業人員 然後他們會輪職 義務的 來幫你做這樣的一個檢查 他們會用的去把 市政府請 不用把大樓請 所以大樓可以趕快 用這樣的資源 去做這樣的檢查 是的確 這個台灣 全台灣 大家都要關注自己 所處所在的地方 不管你是社區 不管是什麼 辦公大樓等等 通通要去做一個體檢 因為台灣是身處在地震帶 地震是非常頻繁的 所以現在大家整理一些資料 就包括就說 從1973到1992 台灣的地震規模 其實這個規模到6.5以上的 這種所謂的正樣的位置 其實都是很靠近台灣的 非常的密集 大概都是位處在台灣的 東部地帶 所以地震如此頻繁 特別是在歷經921 這個大地震之後 現在大概有25年了 25年也接近30年了 有人就說 這是一個所謂的30年的週期 專家指出這規模 7以上的災害性地震 大約每30年就會一個週期 平均人的一生都會遭遇到一次 兩次規模7以上的地震 所以方老師如何看待這些訊息 今天也有媒體說 什麼可能下次的地震 就會規模8以上了 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些訊息 這個地震專家 馬世元說 大概每30年會出現一個週期 所以一個人 一生可能會經歷兩次 我大概已經經歷到第二次了 你第二次了 希望不要再經歷過第三次 這一生還蠻長的 如果經歷第三次 就表示我長运百歲 可以回到80歲以上 90歲以上 算是1999年嘛 921大地震是25年前 那時候我還在念研究所 現在已經是中年了 所以在30年 那我大概是銀法出國 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的確這個版 這個是美國的國會圖書館 這1939年到1992年 這19年之間 所發生的地震 就是3.5到6.5級 你看密麻麻的 然後反而西部地區 西部海岸很少 特別是桃園這個地方 特別少 桃園新竹這個地方 所以我想對於我們 很多高科技都在新竹 這個科學園區 或者在現在在這個 相對來講是比較安穩 那這是為什麼 國際間這麼高度的 關注台灣的地震 很大大量就都提到台積電 都提到半導體 大家都擔心怎麼樣 會不會造成 我們因為地震造成半導體 相關工廠會造成工作影響 事實上昨天我們看到了 就是台積電 是有一些工廠是暫時停工的 損失也上億 但對他們來講 大概是不是龐大數字 我自己在看 就是說現在 花蓮縣政府一定要做的 當務之急是什麼 就是你們的棋樓 台灣因為棋樓是台灣的建築文化 可是在花蓮這個地方 就不適合棋樓 我們看到多少次的問題 就是棋樓 對 就是那種軟腳下建築 所以我覺得當務之急 就是應該要把棋樓強化 這你桃園 那個花蓮縣政府應該要做的 怎麼樣強化它 或者禁止使用棋樓 就把它用墻 當然有人說這會影響到商家商機 可是為了安全 我覺得這可能是必要性 另外就是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特別是高樓層的棋樓 更要特別注意 或者我們看到這個早餐店 它其實只是四層樓 並不是高層 它算是比較小型的建築 但是它已經三十年了 所以針對三十年 不要說高層 就只是公寓棋樓 那高樓層的棋樓 我覺得都必須立即做強化 建築要增加它的耐震度 對 因為是有建築太多了 對啊 否則你每天住在軟腳下裡面 你一定也是這個相當擔心吧 我覺得這個當然會引發一部分的民怨 那對地方首長來講 當然大家都為了選票不願意得罪 可是我覺得事情還是有輕重緩擊 那花蓮這個地方 可能比較急是因為 它的確太頻繁了 而且它可能數量 相對來講 我想我們可能會比較集中的是在市區的部分 因為其他的 你說什麼瑞穗啊 那個地方 相對比較偏鄉嘛 它空曠嘛 那我們看到這些是為什麼會傷害 這麼嚴重的事態 都在市區 所以我覺得要針對花蓮市的這些建築 那特別是花蓮市區 又都是很多大飯店的所在地 所以看到這是很多是觀光客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 他住在那個花蓮的飯店 在那個臉書拍了個照片 哇 那個房間裡面幾乎這個玻璃全部都碎掉 五星級飯店耶 他帶了小孩子去 然後小孩子走出那個走廊都是玻璃 所以我覺得特別是針對花蓮市區 人口密集 而且是有飯店的 如果他也有棋樓 那這個就變成說你現政府你必須 我們只能從重點先來著手 讓民怨減到最低 然後對安全的保障最高 例如說五星級飯店這麼多 你這個東西 你看光這個地震 這些相當的飯店可能要半年都無法營收啊 那所以說你為了安全 你為了你自己的 你自己未來的發展 你不可能就長痛不如短痛了 你把你的安全結構做好 你下次如果有地震來 你不會受影響 你的生意還可以繼續做 否則你今天如果因為暫時一直短時盡力 我們就不去做更改 整個地震一來 你整個飯店垮了 你可能兩三年都爬不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跟業者做溝通的 何況它又攸關的是我們當地的經濟發展 花蓮有什麼產業 除了農業至觀光業 如果你觀光業都沒有了 飯店不安全了 你怎麼能夠吸引到國際觀光客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現政府要有長遠的計畫 我覺得過去花蓮現政府都是可能就 反正我們之後再說 拖就拖 或者我們只要招 這個吸引路客來就好了 都是站在一個比較短視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看法可能要慢慢做調整 地震來的時候 如果你是在住家或是在建築物裡頭 到底是先躲還是先逃 剛剛我們沒有討論 那如果你是正在開車 到底是要繼續往前 停車還是巴谷 來余將軍 因為這次在蘇花公路 昨天我們就發現 巨石砸車驚險畫面 就通通曝光 我們看到那位駕駛 真的是考驗他的第一時間的反應 我要先講 真的是萬幸 是昨天不是今天 今天的話 這條公路上面塞滿了車子 所以我說真的是 昨天 昨天你看 一條公路上兩三部車而已 車子不多 對 那但是第一部車發現開始搖晃 因為這個地方你想開快 石頭掉下來 這大石 而且你要知道 當然如果大家遇到之後 大家想 如果你在這個畫面上 你會不會退車 你會不會倒車 那塊石頭又要追過來 對你一定到 一定是瘋狂的倒車 那倒車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你倒車後面會不會有石頭 你不知道 所以當然一定會倒 一定會倒 那你看第一部現在 拍攝畫面這部車 它逃過一劫 可是它正前方那部車 沒有那麼幸運 它前面你趕快倒車 可是後面一顆大石頭就掉下來 兩部車做一模一樣的動作 它躲過了 前面那部車你看 那你看靠右邊三臂的車輛 你說句實話 它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石頭落下來的時候 它會跳過三臂 可是我講 在那個緊急一瞬間的時間 沒有幾個人會思考 對 就是趕快遠離整個危險 那你向後安全 還是向前衝安全 這個是向後推 躲過一劫 對 還有向前衝躲過一劫 向前衝的 有 那麼很多專家告訴我們 遇到大地震的時候 車子要緩緩減速 因為我們說 那個車子它往後倒退 應該是有 聽到前面有什麼聲音 應該是轟轟轟轟的聲音 車子不斷的搖動 所以它趕快倒退 對 那你看現在這個畫面 它不是倒車 它是向前衝 因為它已經即將要進入 峽谷以外 要進入開闊的地 可是後面整批 那個山坡滑落 你看一個很小的一點 那是一輛車 那是一輛車 它家族人們向前衝 對 然後你看後面的那個 那個整個走山的那個塵暴 是在追它的 是 是它追它 最後它衝出塵暴 到了開闊區 所有在這個 這個附近商店的人 都幫它鼓掌 你知道嗎 因為它真的眼看看 它逃出一劫 對 它是衝出來的 它差點被那個塵暴淹沒 整個淹沒 大家看 這不是塵暴而已 那是隨自來 是土石 砂石跟石塊 對 那它衝出來了 但是呢 在專家眼中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當地震在震動的時候 它是左右前後搖晃 那你的車子在加速的時候 如果稍易不勝 或是緊急刹車 你會翻車的 你整台車會翻車 對 所以我說在生死一瞬間 你的反應 跟四周的天然的 這個所謂的狀況 決定了你生或是死 對 所以我說這兩個 精損一瞬間 一個是倒車 一個是衝加速向前 油門踩到底 向前衝 這兩個逃出了 所謂的死神的掌握 這真是經典的畫面 這一般人應該很少有這種經驗吧 我想人生一次就好了 千萬不要有第二次 人生一次 就這個人生跑馬燈 在眼前晃過了 這真的是人生跑馬燈 你看 巨石從它前面掉下來 前面一部車就被巨石砸中 另外的巨石 還在追它 還在追它 它瘋狂的向後面 來退車 那你想想看 後面有沒有車在往前走 所以說這是進退兩難的事 所以它唯一的那個大石塊 整個把前面那部車給帶走了 後面旁邊的車 看到它就一起退 後來那台車有了 那個駕駛有生還 因為它是車尾砸中 車尾砸中 但是車子還在 它受傷 對它受傷 可是你想想看 前面的車被砸中 它後面它的心理的負擔有多大 因為它不知道 它的右邊的山壁上 會掉什麼東西下來 所以說這真是天災 真的是水火無情 天災無情 大家遇到這種狀況 第一件事情 還是按照專家的做法 把車緩緩的停下來 盡量不要加速前進 因為加速前進 李將軍你過去有類似經驗嗎 我們在救災的時候 我們在921救災的時候 你知道 因為921的餘震很多 我們帶著阿兵哥 進入災區去救災 然後我說最讓人家害怕就是 因為我們是支援部隊 前面的是救災專業部隊 我們支援部隊是幫他遞東西 你前面在救災要什麼東西遞 我跟你講我們在遞東西 進入整個大樓裡面的缺手 你只要聽到遞名聲 轟隆轟隆 你真的不知道要退還是要進 因為退後跟前進都差不多50公尺 你都是在廢墟裡面 前進後退都是50公尺 後來專家就告訴我們 你就找一根最大的柱子 你就靠近它了 因為他為什麼要找一個最大柱子 靠近它 因為即使小柱子碎裂了 大柱子也不是不可能碎裂 但它碎裂的機率 遠遠比小柱子跟石塊碎裂的機率來低 所以說你如果真的是進退尾谷的時候 你就找一根最大的柱子靠近它 因為它至少它翠裂跟崩壞的機率 是比較小的 因為上一次大家的經驗都921地震 國軍去救災 當時應該也是碰到那種 余震不斷的情形 大概每天余震數十次 那你也不能說因為有余震 我們就不進去了 還是進去 對 所以說前面第一線是救難部 就救難專業部隊 那我們就在後面跟它遞工具 或者是拉繩子 因為它進去有時候會卡住 我們要把它拖出來 所以那可是就是在廢墟裡面 前面後面都是超過50公尺 那余震一來 說句實話 第一次 那真的是心中暗念佛號 把生命交給上天 第二次說 他說你們不要那麼消極 找一根最大的柱子 你附近也是最大的柱子 靠近它 靠近它 因為即使崩塌了 大的柱子會支撐柱 那你說大柱子會被淬裂 會機率比旁邊的小柱子來得低 這是唯一 在這種狀況下 能夠求生的一個方式 是 余湘君在9月1日當中 有那個救災的經驗 其實我過去擔任媒體記者 在9月1日的時候 也是到現場去採訪 也是有碰到類似的情況 我們因為要攀越 這個一座山 但因為那個道路 其實都被巨石所蓋住 所以那是我們的媒體記者 也是爬過那個石堆 那其實當下在爬的時候 也是很擔心會有發生余震的狀況 因為整個石頭就會鬆動 所以其實當下真的沒有想太多 就是趕快爬過去 因為余震不斷的情形 預算兇 所以在這個我們說車輛行徑當中 專家是有提醒 就是說我們應該採取選擇行動 一般什麼道路遵循三步 什麼靠右停車 什麼收音機 手機收集 災資訊 留下車鑰匙 但是高速公路還有另外的 就避免緊急刹車 避免碰到那種連環追撞的情況 高速公路上基本上就跟遇到農霧一樣 遇到農霧我們就是所有燈都打開 然後那個閃燈就一直打開 大家都開得很慢 因為你也怕追撞 你開得快的可能也會翻車 因為高速公路那個上面 你看剛剛那個畫面 這是高架橋 它是這樣左右晃 然後上下這樣顛波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什麼留下車鑰匙 連動方式攜帶 這都不會付 這都生死一瞬間 對 PO這個影片的那個人 他說他每次經過這個抒發 都是煉坑 煉坑 都煉坑 他感覺說這太危險 第二個 當天沒有什麼下雨 一般開抒發會覺得危險 怕上面的礁堂下來 都是因為怕落雨 昨天天氣很好 對 然後剛剛余將軍說 這個如果是今天 今天還好如果是明天 因為今天是 今天是第一天 早上七點多 可能人還沒出門 可能第二天的時候 這都整個都 抹抹車 雙向可能全部都是車 不只這裡啊 往太魯閣那條路徑 都滿的 對 往太魯閣那個方向 不是那個 清水水道 精英飯店那裡 四十幾個被困在那裡嘛 為什麼失聯 那都沒信用了 都沒信用嘛 那無人機進去找才找到嘛 因為那個前後都斷了嘛 其實這種收救是這樣 各位有沒有發現像這次屏東的收救來 負責帶他們的是誰 是花蓮的 如果要進到這個太魯閣去救人的話 一定是花蓮的走前面嘛 其他救援的走後面 當地人才知道 因為他們知道路一堆嘛 哪一個地方是容易崩塌的嘛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就很像 各位看這畫面 這是無人機發揮工 那這個是在這一個往太魯閣 那個太魯閣 原本說失聯五十名員工 對 大家都奇怪嘛 那大家都聯絡不中 那就手機了 整個都沒信用了 那這兩天陸陸續續也都會傳出來 那我們看到太魯閣精英的員工 躲在民隧道 那民隧道是不是比較安全呢 民隧道 所謂民隧道就是 他的隧道是 像是騎樓 他要抗掛了 但是那個上面那個有沒有 有沒有被打破過 有沒有被沖刷過 有啦 南橫公路就有啦 南橫公路上次我有一次去那裡 做評鑑的時候 評鑑館的隔天 那整個民隧道沒去 整個壓垮 就上面的那個土石流 整個下來的時候 但是民隧道的設計 不就是要擋那些 可能掉下來的土石 對 但是天有不色風雲 石頭太大了 對 他還是有一定的強度嘛 那他們就躲在裡面 他們為什麼躲在裡面 因為他們前後全部被篩阻了 前後都通不了 然後現在就趕快 因為他們現在要進出也很困難 所以現在先空投物資 因為已經一天多了 空投物資給他們 然後再慢慢的開路讓他們出來 那其實現在在那個天翔精英 裡面現在還有顧客 對 還有遊客 要有兩三百的 那看是要往台中的方向走 還是怎麼樣 這可能現在還有在平衡 還有想辦法怎麼疏散 然後往台中 往谷關 往離山 往這個我們說武林 這整個山頂 現在搞不好上面還有狀況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大量的無人機 都要在這裡看 看過哪裡有人在做求救 所以這一種 這一種狀況 我們遇到這種現在近山區 不過今天天氣不錯 不然照道理親民節 不是都可能會下雨 那這幾天天氣還不錯 還不要影響我們的救災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 現在的消防署提供的訊息是 現在所有的災情基本上都穩定 那有一些通報失蹤的也找到了 那現在受困的其實也不多了 那受傷的已經上千人 那死亡目前累積是9位 那這個數字大概就降很穩定了 那不過要感謝這些救災的人 這如果叫我們去 我們真的也沒辦法 因為你要走過那時候 你也不知道上面蹲頭來 你剛剛看那個畫面 他一開始倒車的時候 他是逆向倒車 我還想說他是不是車後的監視器拍了 不是 他整個逆向倒車 然後前面那台車為什麼 倒車到一半不動 因為他聽到後面蹲頭 如果他繼續往後退 你看他如果他現在停住 然後那個石頭就下來對不對 如果他繼續往後退 打到就他前面了 他打車尾 所以他也是有在聽那個聲音 不過這個開車的 然後這影片裡頭 這台車的車主 他的音樂全部是開著的 對 他都沒在聽到外面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貼 播這個影片那個人說 如果我是他 我一定是什麼 叉叉聲黏黏 所以這個人也算好名 但是你說他 這個米大左邊 米大右邊 還是米大膠裡面 這都名了 都是名 對 你如果說你去米大膠裡面 再旁邊那一塊 擋土槍整塊掉下來 這樣也是對 對 所以大家就是 病了 病了 地震來時 石頭會從哪邊掉下來 真的沒有人可以預算的準 只能用耳朵聽 到底是一個什麼情形 但也都是一個大概 那只是說 因為昨天傳出失聯的 泰魯閣精英飯店員工 有50名來清皇 那後來是怎麼樣找到 這些人為什麼又是 聽說他們是什麼 有50人搭乘4輛 什麼接駁車 他們是要去做什麼來 他們是泰魯閣精英酒店的員工 等於說這50個員工分4輛車 他們是受困在 我們說梳花公路 他在景文隧道跟大清水隧道 那大清水隧道 昨天我們給觀眾朋友看 那整條是直接斷掉的 所以等於說他是受困在裡面 那昨天訊息一開始其實很亂 因為一開始有講說 這50個員工 有三個員工自行步行走到飯店 然後告訴大家一切都平安 哇 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有很多的家屬 很氣憤 馬上通罵說假消息 他說我就是聯絡不到我家人 但是你看像剛剛益川講 那這邊就收不到訊號 所以你就是聯絡不到家人 但是家人會緊張 這個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經過了一個晚上沒有水沒有吃的沒有喝的 所以等於說對他們來講呢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講生死一瞬間嘛 那他在那個地方上面隨時會不會有弱勢在掉下來 你不知道但是大家受困在裡面 你看沒有水沒有吃的沒有喝的 對大家來講也是有生命的危險 然後但能不能聯絡到人也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從昨天正式的這個消息到出來的時候呢 家屬是非常的緊張的 然後後來呢是怎麼樣確定的 就是因為無人機的方式找到這些人的蹤跡 然後所以才剛剛看到剛剛我們在畫面上面 這些人就搖著紅色的旗子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這裡我們在這裡 可是你知道讓大家看來覺得最觸目驚心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注意到在這些人的有一台小巴士 車頭應該是被大石頭擊中的 所以他車頭是變形的 所以你在看到這些搖旗子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他後面的車子 他後面車子你看我們畫面慢慢帶到這邊來 那台車子的前面是變形的 所以他看起來是被石頭砸到的 所以你要想說對這些人來講 這整個晚上是多麼的驚心動魄呢 會不會有大石頭掉下來不知道 會不會有人找到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人能夠出得去 現在看起來出不去 所以他們等於是完全受困在裡面 所幸現在的時代技術裡面有無人機 否則你看30年期要找到這些人 其實難度是很高的 那現在等於是無人機找到這些人之後 確定這些人 然後搜救隊再進去想辦法 把他們給接出來救出來 所以從昨天到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那邊有很多這種 我們講說生死一瞬間的狀況 可是只有這邊這樣嗎 也不是 因為你看到花蓮呢 剛剛前面那個范老師有講嘛 花蓮出的觀光產業還有什麼 還有採礦 礦產在花蓮這邊很重要 所以呢花蓮這邊有礦區 所以像那個和平礦區跟和人礦區呢 都有人有受困的狀況 包括像和人礦區 那六個人受困的時候 你要想說他們很緊張耶 為什麼 因為那些工人在張地的時候 碎石不斷的掉下來 那昨天我們有講到嘛 你看在古關那個地方 大石頭掉下來 他們說跟下雨一樣 就很緊張 不知道往哪邊躲啊 然後在和人礦區這邊也是 工人的敘述是說 這個石頭像子彈一樣 啪啪啪啪就一直掉下來 那子彈這樣啪啪啪 一直像子彈這樣 石頭掉下來的時候 那重要我問你要怎麼躲啊 所以等於說他們是用躲在沙包那邊 在想辦法然後保命 但是呢有沒有人受傷 其實看起來應該是有人有受傷的 所以這些人就救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看起來呢 這個過程中其實也是相當的驚險 所以和人礦區跟和平礦區呢 這邊看起來呢 在因為這是地震呢 都有人受困 所以前面我們一開始在講的是 關於房子的部分 可是在花蓮這邊受地震影響的 不是只有房子 梳花公路其實受影響的一個大重點 礦區這地方工人的這個危安呢 也是一個大重點 所以對花蓮來講呢 這個現行的建築物 以及礦區的安全 還有梳花公路的問題怎麼解決 這看起來都是未來的花蓮呢 面對地震的時候呢 可能要先擬出來的 應變的方案的問題 因為當地震來的時候 因為多數人應該是會在建築物裡頭 然後再來呢 就是說在路上的駕駛啦等等 在馬路上走等等 但是呢在這個花蓮礦區 這又是一般人 比較無法想像的一個環境 萊芬老師 過去我們說採礦可能是礦坑 是在坑道裡 那現在呢 在花蓮這種和平礦區 看起來是在一個空礦區在採礦嘛 所以他們才會說 當時的落實像子彈一樣多 那種場景恐怕真的不是一般人 能夠去體會想像的 對這個特別是這個和平礦區 它有將近70個人受困了 人數相當多 所以當天就需要什麼 就是飲食還有水嘛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空勤總隊 進行空投 我不想想這一次啊 這個空勤總隊發揮了很大的功能 它是屬於我們的內政部 它不是屬於軍方的 那過去大家可能不太不太注意它 因為沒有天災沒有人 沒有相關的這個災難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他們就是待命嘛 但是他們這一次真的是一個 無名英雄 甚至發揮了非常大的功能 那包含這一次 傅崑奇 因為我們知道第一時間 這個我們的這個火車也中斷了嘛 對 公路也中斷了 鐵公路中斷 只唯一就只能靠飛機 對 還有船 那船又要比較久 所以當時傅崑奇要回花蓮 是內政部的部長 林又昌主動的釋出散意 邀請傅崑奇搭乘我們的救難飛機 他只能搭飛機只能夠搭六位座位 很有限 因為他其他還有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工作人員在旁邊 機械室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中央政府是主動拋放這個釋出散意 把這個機會給傅崑奇 傅崑奇搭便機啦 搭便機 搭便機 扔機才能到花蓮去 林又昌主動的跟他聯繫 那當然傅崑奇後來答應了 那再來就是 你的第一時間 這個賴清德 昨天就立馬 就到花蓮去作證 因為他自己 有在台南 擔任台南市長的時候 就面臨到台南當時的地震嘛 所以他有非常豐富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次立刻能夠投入 這個空頭425公斤的物資 來救援這個和平礦區的這些 其實會受困的這些工人 那因為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嘛 因為他們當時在當地一定是很擔心 我們或是被人孤兒啊 沒有人來救護我們啊 或者把他們忽略 因為災情地方很多嘛 可是我看並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 另外和人礦區有六個受困 也是透過直升機 把他們一找 把他們六個人 把他們全部救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像這些空勤 這些弟兄 平常真的默默無聞 大家也不會去關注他們 在這個時候 他們發揮他們的集戰力 那我想對於我們的救災 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特別是在花蓮 現在一直是從昨天到現在 是一個孤島 那現在他們更是 扮演的直重的角色 好 花蓮昨天發生7.2的強震 那新北捷運環撞線呢 中原站到板新站呢 有剛良位移的情況 昨天是緊急停止 那現在外界的關係呢 何時能夠恢復全線通車呢 那新北市長侯友宇 今天說恢復通車會分三個階段 中和站到大瓶林站呢 希望檢測安全 在五余之後呢 4月8號上班的期間 就能夠恢復 要請問益酸兄 真的嗎 4月8號就能夠恢復嗎 我們看到 昨天有那個位移的情況 時間這麼快就能解決嗎 我還很擔心呢 那個有位移的情形 那個所謂的軌道 有沒有可能有掉落的情況呢 昨天這個新北捷運局 第一時間都沒有去現場看 就說沒事 那個是什麼偏心設計 你們在外行不要在那邊亂講 真的嗎 第一時間啊 九點八這樣說啊 然後問說 你們為什麼不趕快去看 他說因為現在在應變中心啦 跟外地去看 但是我簽要偏心設計 一開始我聽到偏心設計 也叫我嚇死 說喔 怎麼偏心 偏心設計 到外地去挖重道 他們就說 啊沒有啦 確實有錯位啦 來 錯位 我看這張杜給大家看 我們最近很多杜 我還會說這張杜你就看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條 條啊 啊這個就是鋼箱糧 我們把他叫做糧啦 鋼箱糧 照得你這支糧 要創斷這支 到這支的上面 要剪掉 好來各位看喔 這一個 有一根沒有剪上去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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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剪斷那兩支 那兩支的墊片的上面 這個就整個跑走了 哦 有沒有這整支這樣 刷過去了嘛 錯位了 錯位了嘛 所以啊錯位以後 就會造成哪裡 各位看這裡 歪掉了 它就剃一支好不好 這裡好不好 本來這裡都連續了 有沒有看到連續了 連續了 連續了連續了 啊這裡是不是吐一槍啊 這山群好像骨折是不是 就這樣嘛 骨折 骨折照出來 那這一個 這個是內部的照片啊 當然這是他們去巡軌的看 裡面軌道有都歪掉了 這就是這道出事 這段有歪掉 已經都歪掉了 所以現在在檢測 來這個也是現場照片 現場照片 這整個都刷掉了 最平坡的 軌道有斷掉嗎 斷掉來來看這張 這就是對 這就是跟我說的 斷軌 這是斷軌喔 我來切開了 這整個 整座有沒有 這整座都 走出來了 整個移過來了嘛 各位看這裡 都已經是彎掉了嘛 當年早上有一個中和的 立法委員 跳出來說 這個很簡單 創成千斤頂好不好 你把它刷回去 你把它刷回去就好了 你把它刷回去就好了 他要刷射啦 就在敲骨頭 他去那邊看我說 這套材 套材把它刷進去就好了 用千斤頂把它刷進去就好了 我跟各位講 這條啊 這新北的這個環鑽線比較特別 因為它會比較弄得細掉 所以它設計的時候 是這個上下行的 比如說有一個是 可能東往西 順時鐘 有一個是逆時鐘 它是分上下層 然後到了這個車站的時候 全部再回到同一層 出車站再把它分開 這新北說 那既然發現這一段 這一段有問題 是某一個方向有問題 那另外那個方向沒問題啊 單想通車 繼續通車啊 然後呢 這兩天都宣佈說 那除了這一段以外的 頭尾的都可以通車 你知道這個多危險你知道嗎 危險在哪 因為它是無人駕駛的 對 新北方向線沒問題的耶 叫台中捷運一樣 叫溫如線一樣 沒問題的 它車上只有隨車員耶 隨車員不是隨機的 隨車員是騎單看的 腦中控的時候按緊急按鈕 可以停車這樣 全部是自動化了 那自動化它是單一個軌道 然後雙向喔 雙向就說我到這裡的時候 好 我先停 讓你過來 這樣呢 這邊再過 沒有人控制 沒有人在上面操作 是全部電腦控制的 然後這些事情 現在的這個狀況 新北一下子說 這裡要通 這裡要通 那問他說 這事情要怎麼解決 這個東西現在這一段怎麼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啊 沒辦法解決啊 怎麼解決 你只能把這個換掉啊 就是這一根的前後 那幾根鋼香糧啊 整個都要定做了 整個要換喔 你不可能翹嘛 你已經跑出去 你要翹 它的鋼香糧下面是鋼 可是鋼的上面 還有粉泥土啦 是 對 那個很重啦 那個不是說 撒回去就好了 沒有 撒 連過頭都回去了嘛 那它上面還有很多機電 機電設施是整個串聯的嘛 所以它現在 它為什麼敢現在頭尾可以通 中間不通 是因為它頭尾是不同的 計算的區間 就它是一段一段在算的 可是中間這一段 如果要處理 是這一整段的 好幾根鋼香糧 可能要涉及到三個站 這個方向的 所有的鋼香糧 可能都要全部做調整 那現在是講 調整還是要整個換新 這個就是要做整體的評估 這個要請這個祭司公會上去看 因為現在的這個狀況 可能這支都要換掉了 因為你不知道這一支有沒有變形的 整個要換 你說剛才說的路線 要不然把這支又塞進來 還把他塞回來了 沒有人這樣捕的 這要怎麼捕 這個很貴 而且這一支很重 對 那現在當然新北市政府做了一件事 因為他嚇這支掉下來 因為他已經往這邊跑了 他嚇這支掉下來 所以他在下面 這整個都給他焊死了 就整個焊死 讓這一根不會再動 新北市今天早上 在做這個動作 用漢死的方式 漢死沒辦法 因為他 他都是汽車 他這個 這個軌道的下面是汽機車 對 這是在最熱鬧的 中和中乘路 這是中和中原站的 中原裡的 整個下班 上下班時間 都是車 他也嚇這支掉下來 那他施工應該要 所以他現在先做安全措施 先把它固定好 然後再做全面的巡檢 做最後的判斷 做幾組鋼箱糧要怎麼處理 如果是鋼箱糧好處理 如果是這個沒有洞 是柱子洞的 這要花多久處理 這個喔 這如果沒有兩三個月做不起來 要兩三個月 對 這個都要頂座 那不是兩三個月而已 這個鋼箱糧要頂座 要頂座 這不是說 鋼箱有去頂座 可以送幾幾個來 李川在說這個 我舉個例子 我們的大樓的電梯 它就是一個軌道間 如果你現在知道電梯裡面的 空鋼箱 歪掉 那個鐵的軌道 一定也歪掉 還斷掉 Wirester 就那個繩索 歪掉 然後現在如果有公司跟你講說 那公公的打裡面 明天在坐 敢坐著舉手 這個何況是大眾運輸 它有速度 那它那個地方的結構 從坐墩那個墩到柱 到橫的力量 那個鋼箱 整個都受損了 所以這一塊要重來 你一節一節做比較好做 你現在取一節把它拿掉 要重新黏上去 那個基準線 水平線又要一樣 這個其實是蠻嚴重的 何友宜是要拼四月八號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拼四月八號 何友宜 因為這個工廠不是 新百企政府責 這是台北市捷運局 台北市捷運局會進來幫忙 所以新北市市政府 真的不要急 你不要急著說 我一定要趕快把它弄好 什麼什麼 安全為重 這一段我是建議 除非台北市政府 進來幫你處理 因為新北的捷運局 現在沒有資料做這個 因為他們的工程人員 也沒辦法像台北捷運局 那麼有經驗 所以台北捷運局 趕快進場來幫新北 把這個問題 這新北接回來沒多久 好像接回來才一年多而已 新北捷運公司才剛接回來 這個原來都是台北捷運公司 在經營的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台北捷運局進來幫他處理 給個專業的建立 儲存能源的基礎開始作用了 所以你看從8點開始 儲存能基礎開始 往上跳到26萬千瓦 然後到了這個 我們看到8點10分左右 又跳到了128萬千瓦 然後連綠電的太陽能 都及時的補救起來 所以讓我們的科技業 跟半導體業 在電力供應上面 它沒有出現 因為跳電的狀況